雖然剛剛喝完東西 但也要進來這間店再喝 為什麼呢? 因為裡面夠帥 是不是好像夜場一樣呢? 是不是好像酒吧一樣呢? 帥到不得了 你沒想過在CM Square這個大學區裡面 竟然有個這樣的地方 究竟去買這個雞尾酒還是真正的酒呢? 其實兩樣都不是 這裡是沒有酒賣的 這裡真的很漂亮 可以說整個CM Square之中 最美最美的咖啡店就是這間 不是咖啡? 除了咖啡之外還有其他飲品 即叫即整 不過就不會有甜品 也不會有其他食物 只喝東西 他賺什麼? 賺什麼?這個問題問得很好 其實這間店舖不是個體戶 在馬國營有三間店 主要是夜生活去抱、引走的地方 那些才能賺到錢 那你在CM Square這裡 年輕人、學生哥 可能未必會去那些地方 但當他經常來這裡 認下這個品牌的時候 長大了 要去唯獨自、去偷歡樂的時候 那便會去那些地方 這些是長線投資 真的聰明了 是的,很聰明的 是的 雖然現時CM Square裡面 多了很多新東西 但始終有些舊東西 我們的感情在裡面 都捨不得 舉例這裡 曾經是一間很受歡迎的 海南雞飯店 它最大的特色就是有冷氣 沒錯 有冷氣這東西很重要 不是一間海南雞飯店有冷氣 那他走了都學會 但幸好 那裡有一間地道的河粉店 都還在這裡重建在 那便去治療肚 這間河粉店在CM Square裡面 很出名 除了大學生 南嶺、白嶺來光顧之外 狗不狗都有遊客來光顧 無他的 價錢便宜 還有食物 好吃又有特色 這裡一定要有冷氣 對,冷氣這東西很重要 雖然大家喜歡吃地道和草筋 但有冷氣就不代表原地道 人家出貨都是規矩人 誰知道還有大學生 大學生也來吃 可想而知價錢便不貴 還有你想想,疫情這麼多年以來 這都銀納不倒 可想而知多受歡迎 但最重要的是食物 我們起筷子 拿筷子 有甚麼特別意義呢 沒有,是漂亮的 其實這裡的食物之中 有部分都是其他地方找不到 可以自家創作 這些餐前菜都各有 但在說這個,我也拿筷子才行 其實你可以選擇米粉也可以 麵也可以,河粉也可以 但最重要的是這個鹹蛋肉餅 這個鹹蛋肉餅很棒 不是獨自有得吃的 又像這個小火鍋 你會看到有魚蛋、魚丸、魚餃 下面也是粉或是麵 但最重要的是上面有一隻雞蛋 很邪惡 邪惡 還有這一味 沒有水的? 沒有水,因為乾 這一味是泰國人很流行吃的 有顏色的河粉 注意魷魚、魚蛋、魚餃等方面 豆腐等 通常是湯的 但這是乾的,乾吃的 是否很有創意 另一處找不到 更加有創意的就是他們的甜品 雪糕火鍋 何謂雪糕火鍋? 整色煮水而已 一個鍋 然後裡面做些乾冰 就像火鍋一樣 上面放些雪糕 放幾塊雪糕在這裡 大家拔一下拔一下 泰國人很流行的 是不是很棒呢?